对,我来了,我来了,提前一分钟啊,非常的准点,其实我提前几分钟就已经坐在这儿了,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吃饭了吗,吃了吃了吃了,哎呀,今天好不容易直播跟大家聊聊天,嗯,嗯, 嗯,嗯,嗯,晚上好,晚上好,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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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看大家发的弹幕啊。 吃饭了吗,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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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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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没有追剧,我追的应该比大家慢一些,我看了前面的几集, 后面还没,还没空出时间来看,过后我一定补上。 没有换发色。 可能这个灯,这个地方灯打的颜色比较,你看,这样就是黑色。 。 愚人节从此不再是愚人节哦哦愚人节。 所以我今天说什么你们都,都不一定相信是吧。 因为今天是愚人节,是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嗯,说的每句话也不一定是真的。 办演唱会吗?办啊,明天就办,你不知道明天晚上演唱会。 啊,愚人节真好。 今晚9点有我的演唱会啊,没买票的,赶快买票啊。 请君什么时候播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好像快要配音了。请君好像快要配音了。 是不是应该也快了。 你们没事问点问题呗。 不问问题,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样,大家有追剧吗? 都看到哪一集了。 愚人节。 愚人节。 怎么ieß啊。 就是会台湾。 您谢谢, flare湾。 是我的弹幕不动了 还是没有人发弹幕了 再发吗 我这弹幕已经不动了 并不是大家没有在说话 但是我这的弹幕已经停了 太多了 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大家想让你还原一下长夜 还原一下长夜 不要在这还原 好好去看戏 追剧 在这看 没有代入感 想要你完成六连拍 六连拍 比如长夜的委屈 可爱丹萌 那你就去那个剧里 截六张长夜的图 太聪明了 现实版没有长夜 太聪明了 我看到了一个精髓 说太瘦了 注意多吃点 请给我上点 主食 馒头包子面条 火烧 饼 大家在问 这玩意吃海鲜的情节 你还记得吗 你就是爱吃海鲜吗 情节记得 那场戏还好好地讨论了一下 究竟该怎么拍呢 我很爱吃海鲜 特别爱吃海鲜 只不过最近特别爱吃虾 然后鱼是一直以来都很爱吃的 然后我喜欢吃的海鲜还挺多的 可能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吧 大家都在讨论常意拒绝糖蒜的情节 你平时可以接受糖蒜吗 我从来没吃过糖蒜 好像拍戏的时候有放到嘴里我就吐了 然后还没怎么尝过糖蒜是什么味儿 但我平时很爱吃大蒜 尤其是那个颠的蒜 就是吃饺子的蘸料 颠的那个蒜 特别爱吃 没有没有没吃过糖蒜 因为我的潜意识就告诉我 那个糖蒜并不是特别好吃 所以我的潜意识就一直让我不要吃 我这里没有弹幕 感觉很熟悉呀 此时此景 两个镜头了啊 朋友们 哇 你这边是看不过来 我那边是不显示 再来一个手机 何必呢 我想说大家送的那些礼物挡住了我的弹幕 我也不知道大家在问什么 我看到了折耳根啊 折耳根我不行啊 这个折耳根我真的是暂时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不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不吃那个汉堡里的沙拉酱 小的时候就不吃 就不爱吃 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喜欢吃汉堡 就喜欢吃那个沙拉酱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一个时间段一个口味 暂时我不喜欢吃那个折耳根 但是可能未来我一定会喜欢吃那个东西 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对身体非常好 既可以当当当当当什么养生的东西啊 对身体好的那种什么药啊 平常吃 嗯 臭豆腐 臭豆腐我现在可以接受 臭豆腐还 还还可以 小的时候也是接受不了 现在还可以 长翼不好演 长翼一点都不好演 在思过窟里啊 前面啊 都不好演 那个时候没有台词的时候是最难演的 到了后面还能好一些啊 对我个人来说相对会好一些 但是前面的长翼不好演 嗯 因为只能通过眼神啊 面目表情 不好演 越没词越不好演 我多少斤我现在好像已经110多斤了已经下120了好像记得上次称好像是114了我觉得这已经是我的最极限了可能就不会再比这个时候还瘦了吧再瘦就有点儿 看不过去了 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什么角色需要我再瘦了吧 再瘦你说演什么呢 是不是 不能再瘦 嗯 对对对太瘦了 所以我一会结束先去吃个夜宵去 说什么头发都掉了我怎么会掉 你说这个地方太空了是这个光这个地方的光太强了吧 其实还是那样没变 都没变过 生日直播 生日直播 今年好像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生日应该就没法直播了 对 有机会有机会我们过后补上好吧 带美瞳 我怎么可能带美瞳我是带美瞳的那种人吗 我带美瞳 我不带美瞳 现在也没带 没带 没带 啊 我主要是不知道那个打赏怎么关了 大家就别打赏了 因为这个我确实也看不到这个弹幕究竟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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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大家都在说长衣不好演 你还能看 看见我都看不到 大家都说长衣特别不好演 你觉得呢 不好演 对 刚刚也说了 前面不好演 后面好演 对我个人来说 后面比较容易一些 怎么不好演 主要我刚刚说了一遍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主要我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情 回看直播 这个东西能回看吗 可以回看 你看 我看到了一条弹幕 在这个礼花的间隙 你跟长衣有相似之处吗 我和长衣有相似之处 善良单纯 还有什么付出型的 我和长衣都是付出型的 然后还有牺牲自己 这都是和长衣的一些相同点 专一 专一 在片场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跟大家讲讲呗 片场有意思的事 片场有意思的事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每次 因为我有大部分的戏是在那个蓝岛组拍的嘛 就是他们会分那个万花谷那波人是在猪岛组拍 然后呃我在北渊的戏 然后你去到蓝岛组的时候你发现演的是 另一个戏 回到猪岛组的时候发现演的又是另一个戏 所以会有这种错乱的感觉 演了一部戏 我觉得万花谷的这些人和那个 北渊的那些人好像都没怎么碰过面 我记得应该是没怎么碰过面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跟那个万花谷的那个师傅还是什么 碰碰过一次面 好像我们都离得很远 每次拍戏的时候都离得特别远 大家都想知道你无实物表演是什么感受 无实物表演 这个这个戏无实物表演挺挺容易的 嗯但是最让我们 嗯最让我吧 最让我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就是我们看那个书的时候 可以像ipad投影仪一样 投到前面 投到前面 然后书在下面 然后再看前面的画面 这就是在看书 这个是之前系里一直都没有的 酸奶疙瘩不好吃 真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以后可能可可能会喜欢 但是现在真的不喜欢 你最开始接触常义的时候会为这样一个总受伤 总被骗的这样一个角色着急吗 哎 着急也没用啊 就是你不能急就是故事都都是有这个阶段的就是没有这段误会怎么会有下一段故事呢 是不是 人生中还是还是有很多经历啊 磨难啊 不就是这些撑起了一个故事吗 你如果一到岸上之后发现 岸上的人也非常好相处 然后你过得也很好 和这个海里的这个生活一样 那也没什么东西讲了 对吧 就是常义经历的一切都是常义该有的经历 成长路上必须要经历的东西 那前期的常义和后期的常义你更想做哪个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还是选长期的常义吧 我觉得因为后期的常义 整个组里的人都死了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状况吧 这个事情这个条件 所以还是还是觉得 如果考虑进去这个的话 那就选前期的常义吧 嗯 起码还有机会回家 对不对 后期的常义都没有家 哎 大家都在问你的新歌什么进度了 新歌 能说新歌吗 能说是吧 那这十分钟也不够啊 十分钟不够啊 有吧 新歌 新歌如果顺利进行的话 如果没有什么 绊脚石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反正现在在一个 创作阶段了吧 新歌 新歌已经在创作阶段了 基本的歌也定的差不多了 然后 嗯 只是有些歌需要修改一下编曲和重新写一下词 所以在这个前期的这个创作阶段 这个阶段反而是最漫长的 就每次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都比较的慢 是因为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一句话 因为一句话你要想一个星期 我有时候就会这样 有时候会想一个星期 究竟该怎么怎么表达 或者是怎么写 要不然就是 选编曲啊什么的 也是非常的头疼 嗯 非常的头疼 就是 可能我觉得好 其他人觉得一般的 其他人觉得好 我又觉得一般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见解 就看最后 综合起来 大家的意见 然后选一个最合适的吧 嗯 反正现在歌已经 都已经定的差不多了 只是在 在填词 嗯 填词 嗯 等这些前期的创作的事情都结束了之后 那就那就比比较快了吧 就录完了 等等时间就发呗 嗯 你有看到大家在说长衣的一些梗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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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哭不出来 这长衣在戏里能能哭 但是 这个 现实哭不出来 现实要能哭呢 那厉害了 那哭了吗 订单你收到了吗 什么叫哭了吗 订单 哭了吗 哭珍珠啊 哭珍珠 哭珍珠 订单 什么哭珍珠 哎呦 这什么东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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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人给了我个这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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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生日的时候跟大家互动一下 让大家在工作室 什么这个 这珍珠啊 对 不是给我的是吧 都是你哭的珍珠的包 大家想让你哭的珍珠包 嘿 那 这什么送给大家的礼物啊 嘿 这是送给大家的 并不是我的 要多想 生日的时候 生日的时候送给大家的 去什么工作室那抽奖 真抽奖 哇 说什么中什么 去工作室那抽奖啊 生日的时候 这就拿走了 也不给我 不想影响你跟大家聊天 好吧 好吧 现实中哪有这种能力 一哭就有珍珠 生日怎么过呀 大家挺关心的 生日生日拍戏 还能 哈哈哈哈 生日啥都不过 拍戏 对吧 就是生日怎么做 怎么过啊 工作 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好 我有看到大家发那个intro的舞蹈 真的实在不好意思啊 大家intro这个舞蹈 好像去年 嗯 去年四五月份就已经编完了 然后在我的手机里 至今还没有空出时间来去 去练过这个舞蹈 然后眼看着好像这个 这后后面的一张这个 这个歌都都要发了 但是intro的舞蹈还没跳 看看有没有机会吧 本来计划的是 这部戏杀青了之后 回去就把那些练习室都录了 但是现在不是有疫情吗 就很多事情也 也都也都在变化 然后我们也没法去提前安排 如果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我就回去把那些 之前没没录的一些 什么什么舞蹈练习室的视频 给大家录了 嗯 对就是就是有一些歌 我连那个 我写的时候 我们创作的时候 收的时候都有想那个 表演方式是什么 但是连实现的这一步都还没实现 对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回去给给大家录 大家都在问你最心疼长翼 最心疼长翼 回不了家 我很心疼长翼回不了家 在回不了家的这个路上突然 突然被被坠落山崖 坠崖之后发现 祖里的人又死了 这个很心疼 这个非常心疼 可怜啊 可怜的长翼啊 大家都在问你新的一岁有什么愿望吗 我新的一岁的愿望就是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现在更这么觉得 真的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嗯 就这一个愿望 所以大家也要尽量的保护好自己 嗯 我还想看看到弹幕真的 真的好难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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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贝壳的房子 什么叫大贝壳 是贝壳那个形状的房子还是什么 都可以 啊 不喜欢 想象不出来大贝壳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 啊 大贝壳 那你选长翼北渊的房子还是海底的宿舍 海底海底我没去过本来本来有一有一本剧本里有五集好像是有那个有长翼在海里的好像带云河回海里的一段一段戏然后最后删了 哈哈哈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长翼的那个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那边的人究竟是 嗯 什么样子怎么生活啊什么的 你们看着问吧 我看不看不了这个弹幕 什么时候真正的来一场直播啊 真正的来一场直播不就是现在吗 现在不是直播吗 没有实现的那种 我有点懵懂了 什么意思 我们是这个是八点半下是吧 还有两分钟了朋友们 朋友们还有两分钟了朋友们 朋友们还有两分钟了两分钟之后我们将会迎来 另一个直播是吗 我看到有一个人说我另一个朋友非常喜欢你吧 哈哈哈 那那你是你是帮你朋友进的这个直播还是还是 今天有综艺吗 今天有综艺吗 哈哈哈 问我吗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 可能有 我还不能跟你们说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在这 跟 跟大家直播聊聊工作呀 大家让你剧透一下下一步 哎呦 剧透下一步 你们真的是问错人了 我也不知道最后 最后剪出来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也不敢不敢跟大家剧透啊 对因为肯定是有很多戏剪掉了吗 剪掉了之后呢 留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嗯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就是跟着播出的进进度在在追呀 大家都在吹更 你会跟着一起吹吗 哎呀 快快快吹更吧 真的 一天一集 我都难受 我就准备 是不是有朋友跟我一样 我就准备那个等全全更完了我再看 不然我太难受了 那你希望一天年几集啊 这个是我说的算的 一天 两集 两集就可以了 嗯 一天一集真的是 就刚刚代入然后又又看完了 大家在问你什么时候自拍 自拍 自拍 今天还想自拍来着 发现这个 就是没有合适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条件啊 有有自拍只不过没发而已 澳门自拍不还没发吗 是不是都快半年了 那你快发呀 有什么事发呢 就发自拍 发自拍 没事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然后其他朋友都不 不要让它成为回忆 快结束了 给大家 有什么祝福吗 哎呀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身体健康啊 平平安安 一定要啊 一定要注意啊 各方面注意 知道不 做好这个就行了 嗯 嗯好 嗯那就再见了 这个地方的时间到了 我要去下一站了 不会还是看不清弹幕吧 下了啊朋友们 大家好 哎哎哎哎好 哎呦 哎呦 这显示我当前 当前音量较大了 实在不好意思 好 来 那 希望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 与君出相识吗 如果在你心中 第一想到的一句话 一句话 与君出相识 哎 就用与君出相识来形容吧 哈哈 是不是 与君出相识 就相当于就是刚相识之后 两人发生的故事吧 哎呀真聪明 好 那今天主要这个直播呢 是一个给粉丝送福利的环节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 开始抽奖了是吧 哦 这是什么 还是一个 我们准备了两个小游戏 嗯 首先是第一个小游戏哈 是一个挑战 就是最近比较流行叫做叉种叉叉文学大问答 然后呢 什么东西 就是冲浪有点骂他 有人总结了与君出相识版本的 什么是叉种叉文学大问答 什么我都没听叉什么 叉种叉叉文学 叉种叉叉文学 对就是 它是跟词相通的 然后你可以听一下 然后我可以提醒你哈 然后需要你结合一个台词 我前面会给你三个词 嗯 然后后面你要结合剧中的台词 来回答最后一句 如果答错 我的答案是台词是吧 对 那我放弃我都不记得我什么台词 都是一些简单的台词 都不是 特别难的 你可以 但是我们如果答错超过两道题的话 可以现场造个句子来提醒大家追剧 哦大家一定要追语 都过了这么久了 哦 哦 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把第一个问题 先把答案告诉你 你适应一下好不好 正好你来 不死心啊 普及一下什么叫叉种叉叉文学 大问答 嗯 拜托您来普及一下这个什么文学 第一个哈叫 语君出香时里面有三种声音 香音口音和教人常译 只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个就叫做语君版本的叉叉叉叉文学 大问答 是不是还可以 哈哈 我放弃好下一个下一个挑战是 那 那下一个挑战哈 这个可能 那你放弃我也放弃哈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挑战的时间 嗯 是这样就是一个盗装剧 盗装剧 盗装剧 你先说吧 这个好像 咱们山中人盗装剧 咱们山中人 对吧 应该熟一点 这个反正我说一个词 然后你给他盗装过来好吧 然后 需要在三秒内把它盗装完成 如果说个例子呗 我说是吧 简单一点哈 就是说 今天吃饭了吗 吃饭了 饭当然吃了 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 今天吃饭了吗 今天这个是到这 我要我要跟着你说不回答是吧 要跟着我把回答拖出来哈 然后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哈 叫教人只听这里的声音 三 二 一 教人只听 这里的声音 这里的声音 什么 前面是 教人只听这里的声音啊 教人只听 这里的声音只有教人听啊 这里的声音 教人只听 对也是对的 教人只听 没有人会这样说话肯定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虽然你将将答对 但是你超时长了啊 超时长 这个有点有点 第二个是看节目效果啊 第一题节目效果 第一题节目效果哈 第二个是我住的半壳比这里大十倍 三 我住的什么半壳 我住的半壳比这里大十倍 大十倍比这里 是这意思啊 对 我住的半壳大十倍比这里 有人这么刻意的说这种话吗 奇怪性嘛 这个 然后现在是第二个也超时了哈 一直在超时的路上又走越远 然后第三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苦衷你是不是有 是这意思吗 一问就是你这个是属于安慰人的肯定劲了 不是苦衷啊 你是不是有是这意思吗 不是 苦衷啊 你是不是有 可以可以哈 那最后一个哈 没超时啊 在海里只有受过苦的鱼才会这样 只有受过鱼的什么受受过苦的鱼 才会这样在海里 是不是这意思啊 一个字都没错 可以可以 是吗 反正你就错两个了 你不是说错两个就怎么怎么样 对那希望你可以用一个倒装剧 然后给咱们粉丝一个福利哈 就是用倒装剧来提醒大家追剧 雨军出枪 雨军出枪是很好看 反正 嗯 是这意思吧 那 哈哈哈 把你说懵了是吧 哈哈哈 雨军出枪是很好看 那我还有一个哈 就是就是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剧心疼长意 这么长 嗯 干嘛 要说这个的倒装剧 把它变成我们一个追剧的倒装剧 对 你再说一遍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看一看剧心疼长意 我们心疼一下 长意去看一看剧 可以 这个 这个这个还好 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好 可能有点复杂 这个还好 我们就这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给你跳过去了 第二个环节 这个回答的还可以 然后下面就是弹幕上面会有一些跟网友互动的时间 你可以看看 又开始弹幕了是吧 好的 朋友们又到了你们的时间了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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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以看了 来 你重复看看弹幕上有什么好玩的问题哈 让你喝水 嗯 刚刚喝了 嗯 有人再跨你的头发今天真的好看 头发 对 哦 不拍戏的时候头发都很好看 我发现了大家的这个规律 哈哈 有的时候并不是不好看 是因为那个人物就那样 不能做好看的做好看了就不是那个人物了 我们演戏还是要非常的遵循人物的是吧 我们是我们 嗯 有人想看你吃螺蛳粉 嗯 没吃过 我真没吃过也没闻过呢到现在 嗯 嗯 来吧 上一份 螺蛳粉 看上不了了那就不吃了你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有 有人在问说 呃 教罗老师最难忘的是哪一场戏啊 我最难忘的就是很多打戏 哈哈 很多打戏真的很难忘 是动作上面比较难吗 呃 就是就是嗯 比较新鲜也比较有难度 到现在 一直让我非常忘不掉的就是 我好像拍了一个钢铁侠的镜头啊 就是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剪进去用啊 就是我在 我在 穿一身白衣服吧 在 一片雪地上 啊 就两头啊 挂了就是平平的挂了一条非常长的威牙 从那个捧着这个头到那个头 挂了一条威牙 然后武术导演挂着威牙 我也挂着威牙 两个人就是一直往前冲 就跟跑百米一样 只不过我是飞过去了 我就一个姿势跟钢铁侠那样 就往前飞 飞了个百米 然后那个是 是我 我此生应该掉为牙里掉的最嗨的一次吧 就掉了真的是最嗨的就是 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 我一定要 回头啊 找一找那场戏 看看那场戏在不在 或者可以自己留一下当个纪念 我没法留啊 这我怎么留 我没有啊 你们看不到的我也看不到 有人说你的那个权杖 好像那个雅典娜的感觉 对啊 这个我一开始就说 我说因为我是先看到 季云河的那个 那叫什么武器啊 我说哇塞 我们这部戏的武器 竟然是这个风格 我说季云河这个 这把剑真的是 我见过 真的是最好看的一把 我说哇 我看到了季云河的剑 我应该能想象 我们那边的武器 应该非常的 也都很好看 但是当我的这个武器拿来之后 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 我很平静 什么都不想说 真的 什么都不想说 可以唱一唱 哎 什么都不想说 就无语了呗 有人 可能我们这边 不配拥有那么好的武器 海底的世界和岸上 其实 不是一样的 有人问说 云河夫妇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打糖呀 哎呀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这个 我们拍完了之后 剪出来 就保留了什么戏 或者是每场戏怎么剪的 哪场戏在前在后 或者删掉了什么戏啊 怎么怎么样 哪一些镜头又怎么用了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只能看那个播出 播出它怎么播的 我们才能说 哦哦是这样去安排的 嗯 然后有人问说 常义觉得自己最帅气的地方 是什么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呀 常义不是一个自恋的人 哈哈哈 常义觉得云河最美是在哪里 啊 常义觉得云河哪里都美 是吧 这都是坑 家伦喜欢吃鱼吗 喜欢吃鱼啊 只是我上班的时候从来不吃鱼 上班我就怕哪天吃了一个什么鱼刺 特别多 然后再再卡到再再怎么样 耽误工作嘛 所以我上班从来不吃鱼 然后下了班 还是比较喜欢的 嗯 有人在看 常义的前妻真的是好可爱啊 谢谢 有没有感觉自己拿了女主的剧本 女主的剧本其实还好 就是 可能就是常义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 再跟大家说一遍啊 我不知道这个打赏该怎么关啊 希望大家就不要再打赏了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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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臭豆腐和榴莲我都可以接受 螺蛇粉我还没吃过呢 也没闻过主要是没机会 嗯 后半部什么时候播出今天不刚说定档 4月4号 难道也是骗我啊 啊明天明天啊明天这个 恰似不人归就播出了啊明天啊 反正今天说什么都都不是真的是吧 随便说了一天 这一天开始播好啊 大家都一直在弹幕里给你推荐各种美食 美食 希望你可以多吃一点 健康一点 多吃一点 我也想啊 呵呵 吃完了呢 是不是就没戏拍了 给大家推荐 这是什么 来自实力相近的主播PK 哎呀 我不害羞 有人说我害羞 我一点都不害羞 我只是在看大家的弹幕 我在寻找问题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都不要打赏了啊 因为一打赏我也 看不到这个弹幕 有人说 片场的时候热巴给大家带吃的吗 片场什么热巴给大家带吃的吗 他经常给大家带吃 尤其是他身边的好像 好多工作人员啊 据我了解就是他身边好多工作人员 热巴经常会点很多东西给他们吃 但是他自己不吃 哈哈哈 对他真的知道很多好吃的地方 我有我有问他要我将近 能有十个餐厅的这个信信息了 都是都是热巴发给我的 他在吃上还是挺有研究的 有人在问你那个核酸表情包 表情包那个我看到了 那个我看到了 刷的还蛮多的 是吗 那是真的吗 真的会那样吗 大家希望你古装就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啊是也希望 多多有古装好的项目出来 希望会有好本子吧 希望你可以为高三的学生加加油 啊高三啊 加油 高三的同学们加油 虽然现在很多问题很难 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啊 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嗯都是宝贵的经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适应当下 不要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就 就让自己 脱离了现在的轨道 嗯不要找借口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 加油加油加油啊 嗯 然后中考的宝宝们问说可不可以也加加油 这样吧考试的朋友们啊 考试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都都都都都可以 表现到最好啊 发挥自己 呃 发挥出自己正常的这个实力啊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因为 呃你尽力就好 所有的结果其实都是最好的结果啊 有的时候 未必是 呃 考的不好 就一定是一个坏结果 有的时候 未必考的好 就一定是一个好结果 你就让他顺其自然 但是你一定要尽力啊 你尽力的这个条件下 顺其自然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还有什么考试 哈哈 然后有人问你说 常义有恨过云和吗 嗯 恨是肯定有啊 但是爱大于恨 会会会多很多吧 嗯 有的时候常义虽然表现的很恨 但是他内心其实都是爱 嗯 了解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得出来吧 后面的说 既然祝福了考试了 也麻烦祝福一下 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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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来的许愿了吗 大家也也也也 也给我点祝福呗 我们不也 不也是找工作吗 是不是 有时候 就通过去做吃 能不能说 有时候 去做吃 或者说 睡睡嘴 诶 说什么呢 说嘴嘴嘴 嗯 主要没事说呀 还是催你更新的多 催我更新 什么 抖音也要多更新 哦 抖音啊 我平时也不拍抖音 主要是 主要平时都在上班啊 上班的时候就好好上班 就也没有 没有什么 精力去 干别的吧 尤其是什么拍抖音啊 或者那些 不是我的风格 有没有人说是断尾更痛一些还是剃骨更痛一些 这我不知道啊 这个断尾和剃骨我都没试过 从演戏的角度上来说 哪个会更难演一些 嗯 这我不知道啊 这个 主要是咱也没体会过这两个感觉 对吧 就是 按照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应该是剃骨更 更不舒服一些吧 剃骨不就直接死了吗 断尾和剃骨还活得好好的嘛 就可能剃骨还 还是严重一些吧 嗯 会看自己的剧吗 嗯 我大部分都会看 是攒着一起看还是 也追剧呢 我自己的戏我大部分都会看 但是也要看我当下有没有这个时间啊 各方面的这个条件 然后 我有时候也会跳着看的 有一些戏我也会跳着看的 对 但是主要看自己还是 没有 有的戏就是 确实我们拍的戏 就是拍出来的东西和 就是播出的这个效果和我们拍的是两个感觉嘛 就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快进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戏 就是剪出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心里有数就就好了 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拍的 他就会怎么播 嗯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演的 但他剪辑剪完了 就我们就并不是这样演的 那这就让我们就 就说的时候也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听过抖音很火的美人鱼呀 大家都说这首歌跟常译比较贴 是什么 我听听 抖音很火的美人鱼 是什么你问他们他们不看抖音 抖音很火的美人鱼 哼一下说不定我听过 林俊杰啊 林俊杰啊 林俊杰我肯定听过 美人鱼啊 那为什么最近会活那个呢 那首歌我是知道的 那么多年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林俊杰的那首美人鱼 为什么呢 是有什么改编还是 这个歌的感觉可能是蛮像的 像什么像常译 很有感觉 要听一下不 不用我知道怎么唱 不禁你勾起了我的 并不是搜这个我是搜另外一个事 不 大家都在等我搜搜东西呢是吧 你们知道我在搜什么吗 这直播不会要我版权费吧 这不美人 这个不更那个吗 不觉得这首歌更那个吗 没听过周杰伦的美人鱼吗 要我版权费是吗 这个不是歌词更贴近一些吗 还是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又是最后两分钟了 对 又一个两分钟 周杰伦还是有歌 再给我两分钟 我们这到底是在干嘛 我有一堆歌可以推荐 多更新 多更新 多更新一些可以推荐歌 我这一个直播都说不完 就我这几千首歌 我挨个给你们说一遍 手机空间大部分都被歌占了 最后一分钟了 哎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是吗 嗯 我怎么没看到 没事没事 那就跟大家再见吧 那就跟大家再见吧 就到这里再见吧 有人说这几天一直在听你的歌 哎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看我的剧了呢 还是歌好听吗 可以了 谢谢 好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就 关了啊 拜拜大家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保护好自己啊 平平安